大家好,这一小节我们来看一下验签的实现 首先我们还是回顾一下数字签名验证的流程 这张图左半部分是签名,右半部分是验签 我们在收到验签请求数据以后会分两步 第一步是通过自己的私钥进行解密,得到原文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没有对这个原文进行加密 所以就直接得到原文 然后对原文进行摘要,得到一个摘要结果 第二步是用对方的公钥将对方的数字签名串进行解密 得到对方算出来的摘要 然后由我们自己算出的摘要和对方的摘要进行比较 如果相同,说明这个报文在传输过程中没有被篡改 如果不同,说明原文被篡改过 好,我们来看一下算法实现 这个地方是调用我们扩展应用的总入口 那么之前是直接调用EXI做签名 那么因为现在加了宴签函数,所以我加了一级分法 Dispatch 在这个函数中会根据不同的交易码 我们来决定究竟调用哪个函数 其实这个写法不是很好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从这里解除包头 然后根据包头中的交易码判断究竟是调用签名还是厌签的函数 因为那边签名那边我已经写好了 所以这个地方就没再改 给大家说明一下 我这种写法会有一些冗余的代码 好,我们来看一下厌签处理函数 第一步还是得到这个请求串中有效的数据 然后进行一个URL的Decode 这个和签名是一样的 再下来就要进行解包 解包的结果呢 就是把字符串中的内容取出来 放到我们签名验证的结构体里边 这个和签名那边也很相像 只不过是解的字段 在包底里面的字段对应的不一样而已 比如说签名值 然后算法 还有名文 总之呢 就是把请求串里边的值 放到结构体里边 解包完成以后 我们就要执行签名验证 如果验证失败 我们就给填上错误码 错误消息 返回失败的结果 如果成功呢 我们就返回成功的结果 再往后呢 就是把结构体转换成 一个字符串响应 然后封装在一个http的响应包里边 回传给前台 好 我们重点来看一下 签名验证这个函数 刚才我们看了 签名验证呢 主要分两步 第一步呢 是得到原文 我们进行一个摘要运算 这个地方呢 首先对签名串进行了一个处理 因为我们在做签名的时候 是产生一个整形的数组 然后把这个数组呢 转换成16进制 拼成一个字符串 所以呢 这个地方我们做一个逆转换 把这个字符串呢 解析到一个整形的数组里边 然后对这个数组 对这个结果呢 进行解密 解密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用的解密密哦 dnd 签名的时候呢 我们是用的 ne这一对 这个就是非对称算法的特点 我们解密的时候呢 就使用解密密要 解密完成以后 然后我们自己算一个摘要结果 这个地方做摘要 自己算摘要 这个地方呢 是对方算出了摘要 然后呢 我们用两个摘要进行比较 如果相同 验签就成功 如果不同 验签就失败 这个地方为什么比较16呢 因为我们做签名的时候 只做了一个16尾的签名 所以这个地方比较 比较前16尾就可以了 好 这个就是验签 我们来看一下验签的效果 还是进入到我们的测试页面 验签之前 我们先做一个签名 好 我们先做一个签名 得到一个签名结果 好 这是个签名结果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签名结果 放到验签的 这个包里边 然后原文呢 也放进去 A123456 这个原文 然后我们进行验签 A123456 返回验签结果 我们来看一下 错误码是0 说明成功了 这个地方呢 签名结果消息 也是显示的成功 说明验签已经成功了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原文 改一下 比如说改成 A12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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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可以看到 错误码1003 告诉我们 验签失败了 Fail 好 那么说明我们这个 签名验证功能呢 它的工作是正常的 这个地方需要说明一下 是我们在这个 例子中 我们是用的自己的 签名证书进行签名 然后用了自己的证书 进行验证 在对不是自己的签名 请求进行验签的时候 我们会通过取对方公钥证书的方法 来得到 来解密对方的这个签名串 好 这个就是签名的验证 我们在这边 对方公钥证书的方法 好 好